永康科学园区为了将园区打造成绿能科学城 机器在园区的地面上及屋顶上 架设太阳能绑装置 容量高达380千瓦 每年可以提供41.6万度的发电量 预估每年给市府增加210万的收入 今年5月中旬 永康科工区更与太阳光电厂商合作 在不影响制红石工人的情况下 完成台南市首座浮动式的太阳能发电系统 初估每年可以提供12万度的发电量 减少6.4万公斤的排碳量 这个系统是在永康科工区的智宏池里面 那这是台南市第一个案子 所以我们很用心在做 基本上它所有的材料95%以上 都是采用国内的产品 那我们当初怕污染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HDPE 就是高密度聚乙烯的一个材料 那它是可以支撑50年以上 而且它不会排放有毒的物质 周董事长强调 过去台风席台往往会造成国内重大损害 许多设备都会受到毁损 因此聚恒科技在设计光电系统时 特地将抗风性防水性纳入考量 让光电系统无论是在高水位还是低水位 毛电系统都能支撑在台南市所设定的最大风速 绝对安全无虞 而清发局专委肖富人表示 台湾市政府为了配合中央政府的一个 市政的一个目标也订定太阳光电 二年起扩大计划 这个目标我们希望在106 107年再打坐一座真文水库 发电量220M这样的一个目标 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们除了原有的一个五大屋顶 来设置太阳光电 我们也持续拓展到 包含一些地面型的 还有活动型的 清发局希望未来能够在宿谷园区 柳营园区安定工资12农天水旅会皮塘等13处 规划水面重电 目前正积极招标当中 日估完成后将可以提供台南市33.8兆瓦的供电量 落实中央无核家园的愿景 记者洪公为台南采访报道